这是一瓶神奇药水 50岁的阿梅喝下一口 布满老年般的手瞬间枯木逢春 然后臀部也变得紧俏 阿梅对镜自照 发现皱纹奇迹般消失 满脸都是胶原蛋白 腰身更是心细如初 她竟然回到了颜值巅峰时期 要知道 在前一天 阿梅还是个垂垂老矣的妇人 丈夫宁愿睡地板 也拒绝和她同床共枕 在当晚一场宴会上 阿梅遇到年轻时的好姐妹海伦 同样是50岁 和两人站在一起 却诡异地相对母女 阿梅愤愤不平 因为年轻时的自己 不仅在颜值上吊打海伦 还凭借美貌 抢走了海伦未婚夫 害得她从此一蹶不振 日渐吃肥 体重一度飙升到300斤 谁知十几年过后 海伦逆袭归来 抢走自己所有光环 甚至连丈夫也被海伦迷花了眼 阿梅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笼罩 她冒着雨来到一处神秘古堡 这里住着一个女巫 七八十岁的年纪 却拥有着绝世容颜 而这一切都归功于助言药水 阿梅喝下一口 顿时回到二八年华 她昂首挺休赶回家中 却不知她将外出的间隙 海伦趁虚而入 她挑起男人怒火 她说 你明明是最厉害的整容医生 却一辈子活在阿梅的阴影下 海伦倒去给尸体化妆 男人听了果然上功 等阿梅回到家 她一个尸首将妻子推下了台阶 阿梅狠狠摔倒在地 丈夫吓坏了 但更恐怖的还在后面 接到骨折的阿梅突然起身 她一扭一扭走进丈夫 天哪 她的脖子竟然旋转了一百八十度 她抓起电话箱打911 可身体怎么也不经使唤 丈夫畅诚微微提醒她 阿梅把脑袋归位 脊椎骨明显突出 但她似乎感受不到疼痛 丈夫赶紧把她送到医院 医生连换两个听诊器 也听不到阿梅的心跳 检查体温 却发现体温还不到30摄氏度 医生把她的手腕都扳歪了 可阿梅就是没有任何感觉 从生理上来看 阿梅已经被宣布死亡 但她依旧能走能跳 丈夫大惊 她以为是奇迹 于是连夜购置一批油漆材料 她要做什么 她要给阿梅上色 因为阿梅虽然还活着 但皮肤却开始逐渐湿化 丈夫调好颜料 再磨碎注入皮肤 这样一来阿梅皮肤就变得更加紧致 然而正在这时 一个不速之客闯入大厅 海伦出现了 她还要怂有男人毒杀妻子 却不知阴谋被阿梅添了个阵着 心仇旧恨涌上心头 阿梅怒火中烧 她不顾丈夫劝阻 逃出猎枪 静止将海伦厚飞了天 血水很快蔓延整个水池 突然海伦从水中爬起 肚子却一直漏水 阿梅定睛一看 乍然看到海伦上衣有一枚胸针 和自己的几乎一样 这是女无所赠 原来阿梅也喝了猪眼药水 难怪三百斤大泡妞 也能一夜之间变成苗条淑女 两人应言不合 超级铁掌就大胆出手 你扎我肚子 我把你头打歪 打着打着 两人开始做下谈心 海伦质问阿梅 你总是想问男朋友 阿梅也控诉海伦 是你先不把我当真心朋友 丈夫在一边 看得头都大了 好嘛 从头到尾 自己都只是两姐妹争锋相对的工具人 她幡然醒悟 决定彻底远离这两个女人 但是她想走 却也走不了 因为两姐妹都成了活死人 皮肤还需要男人来维修 这可是一项长期任务 于是 他们把男人杂音 一股脑送到女巫面前 女巫顾己重施 她拿出助言药水 鬼魅响音 鼓过男人喝下 喝下她就能永保青春 喝下她就能成生不老 男人在鼓过下举起药水 关键时刻 男人突然头脑清醒 她拒绝女巫 想逃出城堡 可跑到大厅一看 哇 这里挤满了帅哥靓妹 她甚至还看到了猫王 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不死人 但他们却只能以假死身份离世 不能被世人所知 永远生活在黑暗里 男人不愿意这样狗活 他逃出古堡 从此再也渺无音讯 多年后 在男人的告别仪式上 两个黑人出现在教堂 他们静静聆听道词 神父说 男人前半生 活得庸庸碌碌 在五十岁那年 她才获得新生 男人走过数十载春夏秋冬 留下满堂儿孙 她虽然与世长死 但她却永远活在子孙心中 这才是真正的长生 花音刚落 角落两个黑人不痴笑之声 他们扭着诡异的身姿走出室外 撂开面纱一看 农庄艳魔的脸庞布满沟壑 两人孩子嘟嘟囔囔 要买油漆重新上妆 可脚下一个猎妾 顿时摔得四分五裂 可悲的阿梅和海伦 大概永远要在不断拼街 不断上色中度过漫长岁月 摔老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但看完这部电影 相信我们或许能接受 如何优雅的老去 阿梅和海伦 阿梅和海伦